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文学批评达到了顶峰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却是文学艺术散发绚丽光芒的时代 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文学艺术的殿堂 感受其中的美妙吧 未尽时期诗歌创作独具特色 既有雄放豪迈的风格 又有归隐田园的清新自然 曹操的结石篇《观仓海》 通过描述秋风萧瑟中的苍茫大海 表达了作者包容宇宙 格调雄放的宽大雄巾 还有筷子人口的龟虽兽与短歌行 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 《老记福利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更是作者终其一生 积极进取精神的最好表达 曹操是歌悲凉慷慨 苍凉囚禁的格调 被唐代诗人陈子昂 誉为建安风骨 东晋时期的田园诗人陈渊明 则借《桃花园诗》并记 表达作者对现实污浊社会的厌烦 向往田径的田园生活 陈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 使我国古典诗歌 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随着文学的发展 人们开始把写文章 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 联系起来 这种文学的自觉 促使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产生 首发其端的就是曹丕的 《典论论文》 典议艺术已经失传 《论文》因被选入昭明文选 而幸运地保存下来 《典论论文》的出现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这之前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注 其中提出了奏译以雅 《书论以理》 《明磊上识》 《师父寓意》等观点 尖锐地批评 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的陋习 同时认为 《文》以气为主 即强调作家的个性 曹丕甚至把文学创作提高到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的高度 如果说曹丕点论论文 开启了文学批评的大门 那么陆基的文赋 则使文学批评走向成熟 文赋是中国最早系统的探讨 文学创作问题的论主 文赋首次把创作过程 写作方法 修辞技巧等问题 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 陆基写文赋的宗旨是 为了解决创作中 意不称物 文不歹意的矛盾 所以 以创作构思为中心 主要论述 作文历海之所由 即文章写作的方法技巧 和艺术性的问题 陆基 用他写作的亲身经历 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 创作的心理特征和过程 表达了他的美学美誉思想 文赋 是我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特点的 最早的一篇专论 在美学史上 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典论论文和文府 都只是有关文学批评 某方面的论文 而真正有严密体系 体大而律周的文学理论专注 是刘邪所著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 是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文学评论剧著 全书五十篇 系统地论证了 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 提到了文学发展的规律 不仅讨论了文学创作的技巧等问题 还对此前的作家 作品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刘邪强调文学反映现实 强调文学的真实性 强烈反对虚假的文学创作 总的来说 文心雕龙里认为师父运文中 是可以运用华丽语言的 但不能用福利的词枣 演示作品在内容上的空虚 继《门心雕龙》之后 又出现了一部 专门品评诗歌的 文学批评名著 《诗品》 《诗品》的作者 《中荣》《字中伟》《影川长社》 即今河南长歌人 他所处诗带 正是诗封严重衰落的时期 诗谈 雍音杂体 人各为荣 针对这种现状 中荣就仿汉代 《九品论人》 《七略才士》的著作先例 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 想借此 纠正当时诗谈的混乱局面 《诗品》 主要是评论五颜诗 全书品评了 从两汉到两代 共一百二十二位诗人 《中荣》论诗的一个特色是 他善于概括诗人 独特的艺术风格 如说 软极的诗 《沿在耳目之内》 《琴记八荒之表》 说曹纸诗 《骨气奇高》 《瓷彩华貌》 论谢灵韵诗 名章窘句 处处奸起 诗品 作为第一部论诗的专注 对后代诗歌的批评 有着很大的影响 后世文人论诗 在观点方法等形式上 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和启发 这一时期 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作品数量众多 良有不齐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 选入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 也就应运而生了 据随书《荆棘志》记载 此近代之随 总集共有249部 5224卷 可惜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忘义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影响最大的总集 就是昭明文选 也称文选 昭明文选 由南朝梁萧桶编著 萧桶自得诗 梁武帝萧衍的长子 曾被立为皇太子 可惜还没有继位就去世了 萧桶正是以他太子之尊 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 共同编定了这部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 全书30卷 分为 副 诗 表等 39类 每一类又有许多子墓 譬如 诗类有 宫宴 游览 永怀 赠达 行旅 乐福等 尽管 尽管此书存在一些缺陷 比如全书以父为主 深受当时华丽之风影响 但是作品选入极其严格 成书之后 风靡一时 直到唐代考学 仍然要熟读此书 这一时期 还有一部著名的诗歌总集 玉台新勇 相传是南朝徐陵所编 书中共收诗769篇 并且都是选入了那些语言简洁明了的诗歌 如各个时期的童谣等 其中 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有 孔雀东南飞 莫盛桑等等 当文学被曹批语为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史之时 书法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书法 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艺术 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书法的发展 其中涌现了众多的书法名家 主名的书法家 如三国式的中摇 识人称赞他的书法 若飞红细海 武鹤游天 西晋书法家有敦煌人索敬 他的徒弟 族孙女 魏硕 曾是王羲之的老师 总结有七种基本笔画的写法 当然 最值得称道的书法家 对王羲之莫属 其代表作有 蓝亭絮和黄亭金 蓝亭絮被唐人评价为 绝代更武 可惜 其真迹已经失传 现在流传下来 被认为是王羲之作品的 万岁通天帖 虽然未必是真迹 却带有其书法的特点 王羲之的妻子 西玄 也是一位书法家 据说 王羲之很多作品 就是由他的妻子代彼 另外 其子 玄之 宁之 微之 谢之 以及宁之的妻子 谢道运都是书法家 其中 以王羲之成就最大 世人称 王羲之 王羲之 为二王 由于社会动荡不安 佛教在这一时期新盛起来 从而对绘画和雕塑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佛教的传播 佛教化也发展起来 东吴曹不新 就是以大幅人像的绘画而闻名的 是中国佛像化的始祖 据说 有一次曹不新给孙权画屏风 不小心滴了一滴墨上去 他就以此再偏树壁 画成一只苍蝇 孙权看到之后 竟然伸手想把苍蝇弹开 这一时期还有一位绘画大家 顾凯之 他的绘画在当时就享有极高的声誉 谢安曾经看他的艺术史 苍生以来未知有也 他的代表作有洛神户图 女史真图 可惜真迹都已经失传 流传到现代的都是历代的魔本 其中最为精美的女史真图的隋代魔本 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洛神户图的宋代魔本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魏晋佛教的兴起 在艺术上影响最大的 还是在雕塑方面 特别是随着大量的寺院的兴修 石窟也随之兴盛 其中山西大同西北的云钢石窟 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 2001年12月 还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 云钢石窟的弹药武窟 布局设计严谨统一 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与云钢石窟齐名的 还有同一时期开凿的龙门石窟 它是随着北魏孝门帝迁都洛阳而开始开凿的 但是随着北魏的灭亡 龙门石窟的开凿也趋于衰落 直到唐朝建立后 龙门石窟才再次迎来开窟造像的新盛世期 2000年11月30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龙门石窟灭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并评价说 它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魏晋南北朝 虽然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 但是它却能借鉴 吸收异域文化成果 继承和发扬前朝成就 从而在文学 书法 绘画 雕刻等各个领域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发展 奠定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